有关我们即将在6月15号开始 提供有关孩童家庭防疫补贴的 这个部分来开放 由家长或监护人来做请领 纾困4.0中 孩童家庭防疫补贴 即将在15号开放申请 教育部针对国小以下孩童 以及国高中韩武专前三年的 身心障碍学生 每名发放1万元补贴 家长及监护人 可在15号开始线上申请 首播补贴费用将在18号入账 而且过程不需手续费 只需要孩童的健保卡号 以及身份证的字号 然后跟本人的金融机构的贷号 跟账号这四个 另外申请时要特别注意 输入的身份证字号跟金融账号 必须是同一人持有 而针对设备不足 或是较为年长的家长 教育部也将安排协助申请资源 我们今天也学请地方政府的学校 因为这个也有希望能够做到 不要有任何散失 15号同时上路的 还有卫福部针对两岁以下幼儿 发放照顾补贴 我们发放的对象是 就是在108年的6月1日出生的 至我们整个在COVID-19的第三季 疫情警戒全面解除前出生的 这一段时间的孩童 至于两岁以下幼童的发放时程 及升级手续跟教育部同步 但在今年5月 零有育儿津贴的家长 卫福部将根据申请资料 直接在15号汇入账户 不过也有不少家长担心 15号当天集中在线上申请 会不会造成系统大塞车 政务委员唐凤表示 将持续进行网路压力测试 保障系统畅通 美式新闻R15 台北市采访报导